大家早上好 我是张主儿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不爱刷牙的小狮子 小狮子不讲卫生 不爱刷牙 她的嘴巴越来越臭 有一天小狮子来找小狮子玩 她刚开口想说话 手手 小狮子便说 嗯 什么味儿 嗯 嗯 嗯 我讨厌了 扑头一声 倒在地上了 不久 小象甩着鼻子走过来 小狮子张开嘴巴对小象说 小象 我们来玩 好满满的气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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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小象摇摇晃晃的倒在地上了 小狮子没有找到一个朋友玩 小狮子没有找到一个朋友玩 她懵懵不乐的回到家 哎 这时她看到初眼门的爸爸回来了 小狮子张开嘴巴 高兴的喊 爸爸突然把鼻子捂住 吓后退 他对小狮子说 天呐 你多久没说牙了 小狮子拿拿骨子上的毛 不好意思的说 好香啊 好香啊 好像两个星期 爸爸急忙给小狮子找出牙刷和牙膏 让他仔细刷牙 不一会儿他把牙齿刷干净了 他的嘴巴一点都不臭了 哈哈哈哈 不臭了 小狮子把劲子 今天的经历说给爸爸听 宝贝 以后你一定要早晚按时刷牙 不然嘴巴臭臭的 小伙伴都不爱和你玩哦 爸爸对小狮子说 小狮子听了点了点头 嗯嗯 从那以后 小狮子每天都按时刷牙 小伙伴们再也没有被他熏倒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 小伙伴们再不吝点了 小伙伴们再不吝点了 小伙伴们再不吝点了